高檢署上個月侦破 現役退役軍人 洩密共諜案 而其中傳出一名飛官 還同意以一千五百萬美元 來作為報酬 趁著中共軍艦 軍演 接近我國海域的時候 駕駛直升機前往 停靠共艦 接著來看我們的報導 CH-4-8軍用直升機 在國慶典禮 吊掛巨型國旗飛越總統府上方 吸引目光 不過現在傳出 檢調十一月底破獲以 誠信退役軍官為首 在臺組織共諜網的集團 曾想策動謝信忠孝 稱六月中國軍演 共艦接近我二十四海裡 駕駛CH-4-8直升機停靠共艦 提供報酬一千五百萬美元 和泰國永久居留權 不只如此 蔡總統主持的 零二二一機密專案會議內容 傳出也遭洩漏 專家分析 側反直升機 飛到共軍大型船艦 例如船屋登屋艦 相較於側反戰機需要準備機場 後勤整補更容易 雖然側反CH-4-8沒有成功 但也反映出中共的野心 國軍要假定情資已有外洩 要趕快堵漏 第一個先佔點飛行 這是必須的 第二個趕快查明 這名的涉案軍官 他到底經手哪些業務 那第三點就是說 目前比如說這一週或這個月的 他們叫飛航的航次 可能必須航特部就要做完整的調整 共諜案層出不窮 先前退役尚未邵維強 替中共發展組織 吸收陸軍上校向德恩 簽下投降承諾書 邵維強被依國安法等罪 判刑十二年六月定驗 不過另一個也被邵維強吸收的 孔信忠孝 企圖透過免費交代境外旅遊 又使現役退役軍官 提供情報給中共 陶檢十一號徵結 以貪污違反國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訴 並鑑請法院從重量刑 雖然恐難坦誠犯刑並繳回犯罪所得 但檢方認為危害國安行為不宜輕縱 申請法院沒收不法所得一萬一千七百美元 人民幣六萬元 檢方也表示遭接觸軍官 有的是沒有答應 有的則是因故未能成行 所信沒有其他人被吸收 記者歐盟張子佳 台北報導